热爱跑步的陈山聪和姚子林 最近他们参与拍摄赞名为大步走的新剧 欲工作于兴趣 不过经常跑长跑的山聪 就说这次因为演教练 不用经常跑 所以自己都会趁着空档下长跑 但是我知道在教室里面 你要跑步的时间比较小是吧 对啊 因为这次我是一个教练 然后我就教他 还有叫几宁 然后他们跑的其实真的 开始的时候蛮多的 但是中间我不知道 因为五仔啊 五乐园啊 他会进来啊 你们全部都可以 然后蒋老师啊 他也会来我们的社里面去跑啊 那可能那个时候会多一点人去跑 应该啊 他们应该跑多一点 我们要跑小一点 那所以你休息的时候就去跑是吧 对啊 因为现在真的没时间跑啊 每一天都开工 然后上个礼拜要开场景 然后真的没时间 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在球场里面跑 他跟我们一起跑 但是他不要快 他就跟我们跑 演山聪女儿的刘颖璇 在剧中是一个专业跑手 Diffany平时虽然经常做运动 但跑步就不多了 我跑步是很小的 我不是他很专业的 你打球比较多 对啊 我打球多 所以我今天呢 我这样子这个 不停在冒汗嘛 很多汗 但是 都没开始跑 等一下老员等你啊 对啊 对啊 要开启了 他要开启要跑了 对啊 那其实我看到你的衣服呢 就是不装肩的同事很喜欢你 因为你有季节气啊嘛 那化妆的同事也很喜欢你的 对啊 因为我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流汗 很热 很热 前几天就是三十指导的时候 也不流汗 化妆了 为什么没汗 山聪女儿 我说是啊 我的汗全都在身上 所以就 他们很喜欢我 这还好 导演就说 你要跑 哎 满身汗 我没事 你看我念 没事 那你去跑 你去跑 就这样 经常和山聪一起跑步的子凌 就大赞好友拍摄时 够专业 很有教练风范 在这个剧里面 我终于冲心欣赏陈山聪了 因为他发挥了他的专场就是跑步 那刚刚他拍这场戏 就真的以一个老师的身份 教我跟Tiffany如何跑步 一些跑支是很重要的 其实跟他真的已经合作到 大家都熟到烂了 他就是我跟他之前可能会比较那一种 罗密欧朱丽叶一点的啊 然后生理识别一点 这一次我们我觉得是比较 比较怎么说 我们比较地道 我们可能会 我会演绎一点 比较不修边幅啊 然后比较男人婆一点啊 然后他也是一个胸巴巴的老师 严格一点的 本来以为子玲平时经常跑步 拍这部剧对他来讲 驾轻就熟了 但他就说虽然之前有特地练跑 但训练时间仍然不够 其实这一次真正要练习的时间 也不算太够 因为放假的时间也不多 反而之前有去了加拿大 我就是刻意去那边想要想说 因为加拿大现在的天气非常的好 因为不像香港那么热 因为香港的那种是会黏黏的热 加拿大就是会比较干爽一点 那就在那边有练跑过 那回到香港 其实刚开始跑的时候 也会有一点痛 因为太久没有跑会有点不习惯 可是今天跑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只是因为天气太热而已